中国古代的先民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当中 创造并且传承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浙江静云一带非常盛行的民族表演 迎罗汉便是其中一种 这里的迎罗汉造型丰富 变化多样 表演的场面奔放而又细腻 静云县荣江乡大黄村的迎罗汉 非遗传承人正在墙 祖孙三代都热爱并且传承着这项记忆 那今年重阳节 他又要带领罗汉般的队员们 进行一场表演 接下来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 这项非遗记忆的魅力 我叫郑正正强 龙江虾大黄村在罗汉之外 我们龙江虾跌罗汉在这一代很有名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造型多变 跌罗汉是年龙汉的其中一个环节 是祈求丰富于生 在我小的时候就是我伯伯叫我跌罗汉 后来我就叫孩子 孙子 同村里人一起跌罗汉 这次朝阳节我想再组组一次 我叫郑普文 我的爷爷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平时主要就是盖量的农活 我印象中我是在四五岁的时候 参与跌罗汉 也是爷爷带我去的 那时候觉得特别好玩也不害怕 现在长大了去跌罗汉觉得特别酷 我觉得我这次回来 爷爷应该挺高兴的 我感觉他嘴上没说 实际上挺开心的 今天跌罗汉有多少人 大约是那个吧 我想也尽自己努力 把它搞好一点 那我要在什么位置 那里没人上 你上 那就可以了 跌罗汉最重要的就是 排队精神 就是团队那不益心就不行 因为人多吧 吃下肯定要同意 这是我们主要小标也别说出的 盘方 山登 水井 盘方低层五个 第二层五个 第三层三个 第四层一个 两边两只翅膀 中间那个第二层 那个腰特别有硬 那个腰就特别高 挂沙灯是九个人组成 是魔法沙灯的寻造 它就是对比说 一强如意的是意思 但也不可以 水井是我们罗海巴的拿手机 我这个水井是空心的 最小的又是那个人 水井 那如果人多了 啥百人也可以 人越多 那个水井越大 也别人越远 跌楼海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紧密的退合 如果一个人失误 整个楼海表演 有可能失败 很有可能 会发生一些危险的情况 楼海跌得好 说明 那关系特别好 平时在生活中都是一样的 不管哪一家有事 大家都为去帮忙 我觉得跌楼海是团队的成果 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我就是想把这个记忆传承下去 自由 топ 子 游总 自由 未误 未经许 未经许